大家好我是Batman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呢 是今天刚刚上市的 真正机器五限定版的 Xbox One X游戏主机 这台游戏主机呢 自打公布以来 我特别关注啊 所以呢刚刚上架 我就赶紧入手买回来了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开箱 首先呢有请我们 许久被露面的开箱小工具 也是好久没有用开箱小工具了 诶怎么这么下来 哦不提啊还有好吧 封条还挺多 OK 诶我突然发现 这游戏机的包装正面 和板面是完全一样的 外边这个封套拆下来 和这内箱包装也是一样的 好吧这真是够省事啊 哦哦哦 好吧 这面包装呢终于是不一样 是这么打开 哦哦 真是 我们来看看里边都有什么东西 首先呢是一个长条 里边应该是各种游戏的下载卡 然后就是主机的本体 这边应该是电源以及手柄了 都有啥 哇 这下载纸片本来不少呢 一二三 这是一个 这是一张简要的主机安装说明 一个月的Xbox Game Pass免费试用 一个月的Xbox Live金会员试用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 我们Gears 5 Ultimate版本的下载码 好里边还包含了战争机器四代 三代二代和一代的终极版 哎因为它这个标题内容下边呢 就是下载码 所以呢就不给大家看了 哎我们五代女主角KDiaz 就是那看起来非常帅 非常有英气 感觉气场比JD Phoenix要足太多了 然后这边这一个小盒 看看这边都是啥 这是视频HDMI线 然后这应该是一电源线 哇 这是手柄啊 主机里边带的一个限定版的手柄 哇 还有两截五号电池 这款五代限定手柄呢 我觉得设计风格跟之前四代发售过的一款 这维安政府主题的手柄呢 非常的类似啊 都是这种盔甲的样式 连配色呢都差不多 手柄中间呢 还有一个新的维安政府的徽章 这个元素在上一代手柄上也是可以见到 另外手柄上这些纹路啊 包括这个罗姆的孔位啊 还有这个徽章 全都是刻线 全都是激光刻出来的 摸起来呢还是挺有手感的 背面呢还有Kate她奶奶 给她受足的徽章 我这个徽章呢 看起来跟掉漆了一样 也不知道是做旧的效果 还是真的就掉漆了 哎 主机后边还有一个小盒子 打开来看看那边什么东西 感觉还 哦 还挺沉啊 是我们主机的支架 以后我们这游戏机呢 可以竖着放了 最后 那就是我们的游戏主机了 哇塞 好沉啊 这盒子里边都没有别的东西了 我们先扔一边 哇 哇 这骷髅标呢 做真是太棒了 感觉真的像是冻在冰层下边一样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印刷啊 上面呢覆盖了一层胶一样 特别有那个层次感和立体感 另外旁边这一圈冰面列文呢 也全是刻出来的 摸起来呢 凹凸不平手感很明显 再给大家拉近看一下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这块设计呢 真是分了好几层啊 特别有立体感 好 我好像大概知道 它这个效果是怎么做出来了 实际上呢 大家通过这机身侧边散热孔啊 应该就能看出来了 它这个整个机身塑料壳 实际上是透明的 在外表面呢 印了这个冰面的白漆 然后把这骷髅头呢 印在了机身塑料壳的内表面了 利用这个塑料壳本身的厚度啊 营造出来一种 被冻在了冰层下面的效果 这个点子呢 真是挺赞的 主机背面呢 受足的徽章 上面呢 还有一些不明白色液体 喷溅的效果 接着侧边呢 还有小段名文 上面印着Hello from Seattle Xbox One X 估计这应该在Xbox One的设计团队 留下一个小彩蛋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这底座怎么插 OK 真的是帅呀 这个主机 相不起来呢 那光环限定版的Xbox One 就跟是小学生设计的一样 这也不算完 我们都知道 这个限定版Xbox One主机呢 都有这个限定版的开机 和关机音效 非常的烦人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是什么效果的 我才刚发现 这Xbox One X 没有那个大的变压器了 我天我说 这主机怎么这么沉呢 Xbox One呢 是有那个巨大的 跟宝砖一样的变压器的 这还真是非常赞的 一点改动啊 哇 首次开机 好紧张 三 二 一 哦 需要摁下去 好 光听我说话了 没听见这开机音效 我们再来一次 我们先关上 关机呢 是有点类似于 我也说不清什么音效 像是这个机器 马达的这个轰鸣声 我们再开一开 好 我听出来了 好像有点这个 冰面碎裂的音效 以及这是这个 完成任务 完成目标之后的音效呢 还是设置什么的音效 反正我听耳熟啊 游戏里边肯定是出现过 我天 不管怎么说 这开关机音效 实在太温和了 我给大家听听 那光环版开关机音效 吵死你啊 大半夜都不敢玩 来了 首先我们这真正机器 五线定版的开关机音效 然后是我们光环版的开机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开机的时候 给我吓了一跳 然后是关机音效 首先是我们这真正机器 五线定版 很温和是吧 然后呢 就是我们这光环版的了 是不是特别霸气 每次我在夜深人静 玩玩游戏的时候 关机呢 都怕吵到邻居 以后呢 估计就不用担心邻居投诉了 最后呢 再给大家看看 我收藏的这个四代新链版手柄啊 这款手柄呢 名字叫做Crimson Omen 身上说的就是这个小骷髅头 Crimson呢 身上有身红心红的意思 Omen呢 就是预兆兆头的意思 所以呢 Crimson Omen翻译过来 也非常简单啊 就是红红火火的好兆头 这款手柄呢 也蕴含了非常美好的寓衣啊 OK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款手柄设计呢 我觉得是特别有 战争机器那个系列特色 非常的血型 非常的阴暗 主要呢 还有一个标志性的骷髅头 最出彩的地方呢 我觉得还是右边这个按键区域啊 首先呢 这个XYAB这个字体呢 用的是那种非常离了歪斜的那种 看起来比较野蛮 比较原始那种字体 再往呢 就是你件旁边这些爪痕啊 全都是刻上去的 并不是简单的印刷 一直呢 是贯穿到了手柄的后半部分 摸起来呢 也特别有手感 相比起来呢 我还是更喜欢这个 红红火火好兆头的手柄 我感觉呢 比这装甲风格手柄呢 设计更有特色啊 更能代表的真正机器系列 真正机器系列呢 我记得我是06年 第一代开始玩的 那时候呢 还在上学啊 还是拜托赫赫军 从北京带过来一张盘 因为那时候呢 天津的游戏市场呢 非常的不正规 都是奸商啊 游戏呢 既难买又特别的贵 这么一手呢 整个游戏系列 已经陪伴了我十多年了 包括游戏里边角色呢 都已经变成了第二波 这个儿子辈的人了 是吧 我们的主角硬汉 Mark Phoenix呢 也已经老了 真是啊 不管时间过了多久啊 以前呢 上学的时候 跟机友一起都在沙发上 双打过关 这款游戏的回忆呢 永远是美好的 我现在呢 也得赶紧去下载 更新这款游戏啊 迫不及待想要玩一玩 这一款的战役模式了 如果大家想看我做这次 战争机器5的攻略流程的话呢 也欢迎大家点赞 投币 收藏这期视频啊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这期 战争机器5限定版 Xbox One X的开箱视频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Battaman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